中共这个体制它就是靠着斗争哲学建立起来的政权 所以它这种表现出来很强烈的这种斗争性 这种争斗性可以说是它这种本性的一种自然反应 虽然习近平本人他其实是想跟美国搞好关系 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公开说过 说有一千条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 没有一条理由搞坏 就是说明他本人可能是不想这样做 但是只要他身在这个体制之中 他就难免要受到这个体制的捆绑 因为很多事情也不是说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 尤其是涉及到贸易战这样一个非常大的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因素 同时体制性因素它还体现出来一个方面 就是以前我们知道中美之间 它也发生过这种贸易的摩擦和纠纷 但是它都没有像现在这次这么严重 以前中共都是通过比如说给一个采购清单 或者是给一点这个甜头 反正是通过种种的方式就把这个矛盾 就把它都给解决掉了 但是这次为什么不灵呢 因为这次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 他对这个中方提出来的要求很清楚 他并不是说只是你给我一点一个 多采购一些东西我就满足了 他要求的是中方要做出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就是整个游戏规则要彻底重新写过 要按照公平贸易的这样的真正公平贸易的这个原则 来进行双方的这种贸易重新定义 那这样一来它就必然涉及到结构性改变意味着什么 它就会触及到中共的体制了 一旦触及到体制问题这个对中共来说 它就面临着非常大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这个我们其实以前你就讨论过这个话题 比如说你把那个非关税的贸易壁垒一拆除了 让美国的企业比如说谷歌呀推特呀 Facebook它都进入了中国大陆去 那中国大陆会发生什么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它不光是经济上会带来变化 它对整个社会和政治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的 这个是中共它非常难以承受的这种后果 所以它可以说它是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 它不得不表示出一种本能的一种抵抗 一种抵制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这个就是体制带来的因素 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因素 在我个人看来是他们整个中共的决策层 他们对川普总统对美国 他们其实有一个重大的误判 是这个因素造成他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强硬 什么误判呢 就是我们看见从川普总统上台执政 一开始起 中共一直都是把川普当作一个商人总统来看待的 对吧 我们看见他的官方媒体也好 他的官方甚至是智库学者 他都是这样张口闭口就是说 这个川普是一个商人怎么怎么的 言下之意就是商人都是重利益的 我们只要给他一点利益 给他一点甜的就可以搞定这件事情 但是呢 实质上川普他发起贸易战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得很清楚 川普发起贸易战的这个原因 他自己说得很清楚 上一周白宫就出台了一个报告 就是说川普他所做的决策 他是建立在维护 这种经济侵略的这种 这种经济侵略的一次反击 他其实是这么一个性质 也就是说川普他所做的决策 他所做的决策 他是建立在维护 他所做的决策 他是建立在维护 他所做的决策 他在维护美国的国家道义 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这个基点上去出发的 他并不是只考虑他个人的一点私利 或者是他党派的一些这个 为了竞选等等这样的一些私利 他的基点不在这个上面 所以这样一来必然 就是我们都知道一个人 如果说他是为国家道义而战 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利益就是很难去诱惑去撼动他的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 就是我们看见中美之间这个谈判几轮了 为什么都谈不拢 谈不到一块去 中方最终都是一种失败 甚至我们看到在这次川普公布这个关税清单的时候 中方表现出来是一种非常惊讶的 就是有点出乎意料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在这 就是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 他们对川普有一个错误的判断 他们以为我已经给了你很大的甜头 我们给了你2000亿 有说法是700亿 不管是多少 反正就是说 而且是针对川普的票仓 是吧 农作物嘛 农产品嘛 就是是给你的一个好处 他们觉得川普应该可以满意了 但是川普却宁可不要这些好处 我也要跟你开达这个贸易战 说明川普他思考的 他的基点就不在这个利益上 他是从国家道义的角度来出发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 就是双方这种 他中共这边对川普的误判 导致他们采取了一个错误的这种强硬的姿态 也使他们失去了 在本来可以体面的下台阶的那个量级的时候 失去了这个机会 所以导致现在就变成这样 就是有点进退两难堆 当拍摄的他号码 我们所在干的 帧场真谢谢 sad